那么过了35岁之后呢 你就会感觉到 你的体质好像会下降 就是以前呢 干活都不知道累 睡一觉就好了 现在呢 经常会感觉到疲劳啊 感冒 时间也会延长 延长 好几天不能恢复 这个很难修复 这么一个状态 我们叫压健康 或者叫偏颇体质 这时候呢 就从山顶上往下滑了 滑下来之后呢 就不稳定了 就出现我们叫偏颇体质 就身体很不容易保持平衡状态 就是出现一些 小小的小问题 但是呢 这些小问题呢 就是注意 也是可以慢慢康复 也是可以慢慢 这个调整 那么再过30年 也就是到了65岁之后 那么就开始出现了 很多的疾病 到医院的频率也会增加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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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